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这美女不是别人 而是她老婆的亲妈 从噩梦中惊醒后 赶紧给自己的老丈人大白打了一个电话 老丈人一听就激动了 赶紧让大白把她给带了过来 原来现在他们正在打造一条两子隧道 他们的目的就是去大黄梦里把丈母娘给救出来 但是呢 现在遇到了一个大问题 那就是缺少一个非常重要的零件 所以他们派了一些人去黑市场购买 消息刚刚一放出 黑心饭子黄牛就提前进入了两子科技领域 自己想要入骨 大花一听 你是个啥东西啊 你以为你想入骨就能入骨吗 为了夺到黄牛手上的零件 大花直接变身黄身女 起鹰抢零件 真是没想到吧 半路突然杀出来一个幽灵 把实验室还有零件都给抢走了 他们找到了同事大黑 大黑利用了一波高科技 发现了实验室的位置 根据电脑上的位置 他们赶紧赶了过去 刚到地方几个人就被幽灵给抓住了 幽灵跟他们说 我的老爹曾经是大白的同事 但是就因为他犯了一丢丢小错误 你们就把他给辞退了 我老爹不甘心 就自己做起了实验 结果实验失败了 他们都被炸死了 幽灵人说的一把鼻涕一把泪的 但是大黄他们明显不想听苦情故事 于是趁着他不注意拿着实验室就跑了 一切都准备好了后 老白开启了隧道 但是呢 因为计算出了作物 隧道只运行了几秒钟就不动了 老白和大花都不知所措的时候 大黄突然被丈母娘附体了 跑到前面去修改了算法 隧道重新开启 他们刚准备进入飞船 结果大黄的手机突然响了起来 朋友胡子哥跟他说 FBI的人知道你们做的那些事情了 要去找你们 其实这一切都是黄牛搞得贵 FBI的人抓住了老白和大花 大黄火太正了 竟然从他们的手上跑掉了 FBI的人刚准备把实验室放上车 结果幽灵突然出现了 把实验室又抢走了 另一边大黄把自己的蚂蚁军团喊了出来 然后成功的结育成功 然后又在蚂蚁小弟的指引下找到了实验室 结果这个声动机器的方法还把幽灵人给引了出来 而另一边呢 大白早就坐上了量子飞船 进入了量子领域 任务就这样完成了 大花拿着缩小版本的实验室开车 就结果好巧不巧的遇到了正在找他的黄牛 然后三帮人就上演了一波蚁人版本的速度与剧情 最后大黄还帅气了来一个超人变身 他把实验室放大 然后等着大白回来 最后大白成功的把老婆给带回来了 电影到这里就结束了 咱们下期再见哦